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就是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的马来名称 联盟是由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党组成 前身是选举改革联合行动委员会 2006年11月23日正式成立 宗旨是推动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和程序改革 以促进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为己任 联盟就改革选举制度提出八项诉求 包括准确的选民策 最少21日的竞选期 自由和公平的用媒体 杜绝贪污难权和安装的政治手段等等 连同今次 联盟已经组织过四次大规模示威集会 第一次是在07年11月 当时是要抗议选举制度不公平 偏帮执政党巫统 联盟估计有3至4万人参加 他们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递交了要求选举改革的备忘录 当局说集会非法 也没有回应示威者的诉求 今次集会被认为改变了08年大选的政治形势 因为反对派在那次选举中 空前赢得五个州的执政权 而巫统就丧失了修宪所需要的三分之二 大多数国会议席 不过当局仍然无意进行改革 联盟于是在2011年7月 发动第二次大规模集会 但是集会演变成警民冲突 据报警方拉了过千人 包括前副总理安华 他和多个示威人士都在冲突中受伤 另外一个示威者死亡 这次集会所带来的舆论压力 迫使总理纳一部成立国会选举改革 轮选委员会 委员会之后提交报告 提出22项选举改革建议 但是联盟批评建议 根本不能够到着选举舞弊 又确保不了有公平的民主选举 加上国会在没有辩论的情况下 闯说通过报告 联盟发动第三次大规模集会 2012年4月举行的第三次大规模集会 估计有超过10万人参加 集会解散之后无奈 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和发射水炮 多人被捕 但是一年后的选举结果 毛统的得票率虽然不及反对派联盟 人民联盟 但是由于在选区划分上有优势 结果222个国会移籍 毛统得到133籍 人民联盟只有89籍 联盟由第一次集会开始已经简定黄色 作为代表集会的颜色 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 黄色象征黄失也代表着希望 而在国际政治组织当中 黄色就代表着自由主义者 今集的新闻事故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